发现了什么事 比特币的价格 今天盘中竟然一度金跌 超过了7% 往下击杀 但是题材还不多 如果投资的钱也进来了 投机的钱也进来了 怎么操作 先锋我们请你上台来 先看到今天 今天盘中 这个点 杀下来 7% 现在已经收了一个下 还没有收 现在拉了一个下引线 所以跌幅大概剩下3% 先解今天的比特币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在今天来讲 我认为是在短线急涨 一些获利了解的卖牙 因为在这一今年来说 因为比特币的涨幅 其实相当大 今年大概就涨了 150 160% 不算这一根的话 如果说在热高点 大概有160个percent 而且在短线上 短线上在这急涨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机构法人 或者有一些的投资朋友 甚至说套牢的人 在这一波来讲的话 其实有些都获得解套 因此在这个位阶上来讲的话 有些就做一些出场动作 不过整体以趋势整个来看的话 比特币的一个 整个技术线型 还是比较偏向多方 所以现在还是维系在多方的格局 对 还是在一个多方格局 因为说实在话 你说比特币这个涨跌7% 其实算小物件大物 它还有更多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说 大家投资朋友不要紧张 只是说 如果说有在投资的区块链来讲的话 不用紧张 但是毕竟这种区块链的 波动风险本来就很大 自己在操作要求 维持多方还有哪一些底气 刚才讲到嘛 今年来讲的话 它涨幅160个% 所以它主要是有四个利多 第一个当然就是 它准备成立这个 比特币ETF的一个情况 现货ETF 现货的ETF 那现阶段预计成立时间 可能会落在明年的1月5号到1月10号 是现在有13家准备要成立 那它既然要成立 有人要先进去卡位嘛 有人先进去卡位的话 资金就开始持续的进场 先去做卡位的动作 因为ETF一旦成立要进去的话 它是不是要买 那买的话比特币价格 就会拱得更高嘛 所以一些资金来讲的话 就先进场去做卡位 才会造成说 最近的一个比特币的价格 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拉升 在第二点来讲的话 就预计美国明年会降息嘛 美国降息来讲的话 照理说资金 就会前进一些风险性资产 所以说比特币的话 有一些资金也跑到比特币这边 第三个就是 它比特币来讲的话 它供给每四年 会做一个减半的一个动作 再一个就是 每两周它的算力难度会调高 越来越难挖得到 越来越来挖得到 其实现在已经挖矿的人 基本上都挂了啦 大部分都很难挖的 除非说你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大型的才有机会挖到 你说一些小型的 基本上挖不太到 因为它的算力已经难度 持续的调高 那加上它供给减半 所以呢 比特币的供给量是吃紧的 现在有了要进场 但是供给没办法说 有一个很大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造成这个价格 当然就往上去做攀升 这跟我们产品的供给 跟需求是一样的情况 那再来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嘛 大选来讲说 它避嫌买盘 因为你谁 到底谁当选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些避嫌买盘呢 也会涌入到这个比特币的情况 所以它有这试点来讲的话 让它的价格 在今年 甚至说最近这一个月 有大幅度拉升 下一步你觉得会怎么走 好 比特币来讲话 其实它是 这是今年的一个日线图 那它其实最大的一个支撑区间 就是两万五到三万 两万五到三万点 那当然一般来说说 这一波的回测 大概到三万七 就会有个支撑 因为这里也有一个整理区间 大概三万五到三万七 所以它回测到这个区间来讲的话 预计是会有支撑的 那最大的支撑 你可以看到 今年最大的整理区间 是两万三到三万 所以有这样两个区间 再做一个支撑来讲的话 我认为 比特币这个多方趋势 其实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如果有在操作配合 其实我就认为 拉回是可以去做留意的 再加上现阶段很多的资金 都要想要进场去做卡位嘛 所以造成的比特币的价格 我认为在至少说在今年 或者说明年初来讲 上半年来讲 它的价格往上走 几率还是比较大 那我们今天就针对 比较说下游的 或者说一些低润制造的 这个部分的话 也会收回 因为你说挖矿效能运算 都提升 所以你说封设需求要不要 先进封装要吧 这个先进封装要 然后低润 它需要一些高频宽的一个部分嘛 所以低润制造也要 再就是有关板卡 板卡的话 还是有个受惠的部分 再一点就是ABF载板 因为以后 先进制程的发展 高效能运算晶片的情况下 它用到最多的都是ABF载板 所以再加上ABF载板 最近的位阶比较低 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 也可以来关注 OK 来 日月光 好 日月光投货 当然是我们一个 一个封测龙头嘛 那主要来讲 它还是因为 它是有一个 COAS先进封装的需求啦 因为你说未来来讲的话 AI的成长 这个都要用到很多 先进封装的部分 所以我是认为 其实日月光投货 股价是很稳定的在攻击 它股价今天其实也是创下新高 而且可以看到 它这个大的一个整理形态出来之后 大底这边的一个整理出来之后 其实它的趋势就是往上走 那你看外资也是持续在买超 当然你说日月光投货 不会像一般的股票说 每天涨个9% 10% 比较难啊 比较难啊 这种大股本的个股 我教大家你就是沿着月线做 沿着月线 对有回到月线就是买 很简单 你就是沿着月线做 回到月线就是买 你看你看上礼拜是不是一根忽然杀下来到月线 你在这边买你看今天又赚钱 他默默又两天又创高了 所以说日月光就是沿着月线去做 跌破月线你就卖一倍了 那涨回月线你就把他买回来 这沿着月线操 因为这种股本大个股你也不要追哦 因为股本大个股你只要稍微有点乖 例如说他离十字线有3个percent的乖 3到5percent跟台积电一样 有3到5percent的乖 他不像小型股可以15 20percent 他3到5percent他就会回撤 了解好就是大型股的日月光 接下来为什么挑南亚科 南亚科因为他股价位节也不高啊 因为说实话当然你说刚才前面有介绍一些 甚至你说de论模组 那个比较关乎是de论产业 de论产业的一个复苏 那我认为在整个南亚科这部分 其实在de论来讲 他也是会随着这个产业慢慢的往上去走 当然说实在话你说他现在要恢复到以前的状况 光景有点难 说实在话有点难 但是我认为他最近股价有经过整理 对我今天介绍给大家就是今天股价有接到整理 而且你看外资其实买的很坚定哦 有没有他买的很坚定 虽然没什么人在注意他 但是其实外资是一路在做的布局 那这个底部翻译起来 他股价整理非常久 他的颈线在这嘛 那其实他就在颈线这边嘛 还没有过热 所以说这种部分在做拉回 刚好在月线这边的话 我觉得投资朋友是可以留意 基本上我认为可以直接进场啦 对啊你就守上礼拜的低点嘛 刚好就是月线附近 对我觉得这档子刚才做操作 低润的南亚科 低润的南亚科 那再来就是最近的一个板卡 其实华硕不止板卡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然后他还有电竞 对他然后还有事物器 对他自己也说他自己 明年事物器的一个订单 其实是相当的好啊 所以我是认为说 华硕这一波当然他也有涨了 但是涨幅说实话也还好啊 而且他也是刚过井线 他过井线也没喷啊 他在井线附近又震了一个月 震了一个月但是他手稳哦 所以说这个个股再加上 你看配合外资 外资持续在买潮的情况下 我觉得华硕在攻击的机率是相当大 而且我认为有机会来到这边 哦 对我认为有机会 这个这个其实不算是真正的压力啦 因为井线其实在这 他那一天也没收上去啊 这个是黑K棒啊 所以真正的井线是在这 其实他都是站上的 所以华硕的股价 我是认为有机会去挑战前破高点 好也检释一下星星 好星星的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可以看到ABL其实跌很久 如果我们K棒拉长一点来看啦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208跌到这里 是跌的蛮惨的 但是这个飞转是相当漂亮哦 飞转他直接回到了这个曲线 通常来说啦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股价跌破个区间 这个区间低点变压力 但是他能够涨回来的话 代表他回到这个整理区间 他要挑战是这个高点 是挑战这个区间高点 所以说他这个看起来刚站回来呢 你说他往上走这个曲线高点 我认为机遇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他还应该在这边震荡震荡 就会往这个曲线高点来做个挑战 所以说星星至少说 我认为在短线上 诶 飞转上来之后 然后配合外资 最近也是在买超的情况下 投资朋友可以留意 今天节目最后 敬佛你刚才讲的话 我真的太有感受了 最近的肋骨轮动 肋骨的轮动非常快 之前还有给大家一个礼拜 半个礼拜的时机 现在好像就一天了 也不知道大概两三天 你只要涨两三天 例如说上礼拜的重电航运 你涨个两三天就差不多了 好所以今天看到有一些细致财 然后今天其实有一些光通讯还不错 光通讯也不错 明天的台股哪些关盘重点 好 其实台股多方区域不变 那我在上礼拜在节目上就告诉大家 区间应该说指数的空间不大 主要还是以区间震荡 但是区间震荡 肋骨轮动 个股表现为主 所以说资金轮动会很快速 那你可以看到嘛 你看我看我观察采源列了那么多 就知道 资金轮动真的很快 资金轮动真的很快 所以我才会列那么多 对 这订狗没意义啊 你订个重电 重电就是要拉回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族群就是轮动 那急涨的我们不要去追 例如说上礼拜是重电跟散装急涨嘛 现在在整理不要追 但是我觉得这种非电族群 它有机会回到时日线附近做震荡 然后那边如果出现止跌讯号 就我教大家红黑棒或下影线 你可以留意 那其余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整个电子股的部分嘛 电子股当然你说 矽日财跟刚才讲到的一个光通讯 就是矽光子的一个部分 记忆体 IE设计跟AI族群的轮动 我觉得资金还是聚焦在这几大部分 那指标股来讲的话 矽日财当然就是私心KY嘛 那我认为创意大家也可以留意 只是说现在股价偏贵 那拉回再去做留意 在矽光子的最好 我觉得筹码跟技术现金最好就是前顶 还有下一个联军可以留意 那当然华欣光今天留个很常上线 有点丑 但是有机会大量换手 投资朋友明天可以做个关注 在记忆体来讲的话 当然你说实权威刚 这种记忆体模组的部分 在IC设计的指标 我觉得安果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人气 人气的聚集指标 散户的聚集指标都在这边 所以可以留意 那在AI大家讲 当然你说技嘉往上攻击的话 它会带动比较偏弱势的广达啦 跟伪创这种组装邦卡 往上去做攻击 那这方面来讲 如果说它能够上去 它能够带动最弱的上去的话 这个台股的人 我认为整个热度又会再回来 又会再回来 然后再来动电就是看亚历嘛 那闪庄就看中行这个表现 拉回的话再注意买点 了解 好谢谢建峰 谢谢今天在座所有的来宾 这个礼拜关键60小时太重要了 今天的资金 嗅到了什么样的讯号 怎么样压保联准会后来的走势 再做一个小时的功课 持续锁定 稍后11点半钟的夜线新闻 明天同一时间 回头锁定前线百分百 我们明天见了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